图表反映人性 透过研究走势 可以了解投资者的好淡心理 过去价格也持续适用于未来 想听陶太郎和你分析图表 就要听实逢星期四五点的图表实践 每逢星期一三十一点九 社长找来发巴的黄集恩 Martin和大家吃着饭讲冷静 想知即使有什么炒 和他们的心水 就要锁定社长局法 全感最大的野外露年节目 上线咯 Lunch 四级 亭峰 阿神 Victor Boys Go 和你走到野外 讲山又讲水 隔着个妈妈煮食 Lunch 逢星期二晚上八点至九点 教你靠山食山 靠水食水 去到哪儿 煮到哪儿 一个专为本地波而设的节目 足球大农场 每个星期一晚10点至11点 防忠为Gary 奥云 和你回顾香港足球一周大事 想知本地波的最新消息 当然要听着足球大农场 每逢港股 加热日四点半至五点 有陶太郎和你总结职日大事 检讨投资策略 为未来打好根基 记得听实收视检讨 本节目指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强力 刘顺文 刘健基 陈伟瑜 足球嘻嘻嘻 哈啰 又是我们足球嘻嘻嘻的时间 这个星期我们有什么主题 周中经历了很多场球 包括两天欧联 一天欧霸 另外世界杯外围赛 我们会不会再说一下呢 因为欧洲区外围赛已经完结了 南美区区那边也完结了 还欠附加赛的席位 其实11月头也会打的了 到期时我们会在直播里面看到 我们又可以讲讲这个题目 的确认签已经抽了 大家最触目的大战毫无疑问 就是基哥最喜欢的意大利对着瑞典的比赛 最喜欢 没错 所以Sola最近走出来说 如果意大利在这里摸一摸 也不是说不好的 因为好像说你爱队 德国队也曾经在2000年 就摸一摸 接着就回到现在世界顶级 而且世界冠军也取得了 他说是时候意大利也要摸一摸 不过我觉得意大利这些关头 通常都会有不少保证 我觉得不太担心 不过那件事就到了11月才发生 反而我们刚刚周中的欧联赛事 我觉得不要只欧联 欧联连欧霸这几天都几多精彩的入球之外 也几多场外发生的事情 例如昨天晚上的欧霸 爱华顿 爱华顿和李昂的涉嫌 去到差不多打斗事件 而且连球迷都参与了一份 那一刻也是个人的 我看Live的时候 我没有看Live 我也是看一些精华 但我看一些报道说很夸张 有个人爱华顿球迷手执一个BB 然后这边就出手打 揮空拳 但揮空拳打不到 打不到 假的 我想起一个人 欧子丹 欧子丹可能很多戏 或者是成龙那些 一边抱着BB 或者抱着女士 另一边就不断 赤手空拳不断打人 就是杀破狼 对 或者我在网上 有些人重溫 就是叶敏 在聂丹那边跟太子打 然后老婆在后面 那个都帅 但是昨晚那场爱华顿再输 我都有些开始 邓朗路高闻非常担心 没什么理由 没什么理由 还可以继续打 都已经差不多 就是 爱华顿是我们 一路季初认为其中一队 是有力挑战一下列强 乱一下大国球队 但是现在他只是乱到 那个榜尾的大局 老实说 现在勾霸都很大 是令人多失望的一件事 可以说 的确是爱华顿周中输入球 另外就是最近的两场联赛 都失了成五分 包括0比1输过给班尼 1比1都打和这个 就是白礼顿 似乎球队还没找到一个 最佳的进攻组合 还有当然 施加晨加盟球队之后 也曾经入过漂亮球 但是似乎他就发挥过影响力 暂时这一刻是在这个 预期之下 可以说是 昨天那球入球 都是施加晨做助攻 昨天朗尼直投 正选后备也没有 那我说说说同事也对 利物浦 周中7比0 作客大胜马里博尔 都非常客人下的 我觉得这件事都 老实说我猜不到 利物浦可以赢得这么轻松的 不是说 利物浦的实力 就会比对手 当然就远胜对手 马里博尔 但始终 近期很多赛事 都跟对手打和收场 包括对纽卡素 对曼联 另外 马里博尔 其实他们对上一次的 欧联主场赛事 又发挥令到小弟留下座 都相当之深刻的印象 那场球对着 莫斯科斯巴达 他们在尼尾加热期 窮追猛打 有成接近十次的黄金机会 但最终都只能逼和 甚至乎不少球 是替他们有点不值 但是小估不到那场球 其实马里博尔 他们中后场 不知道为什么 就躺着 而且他们后半场 不够两三脚球 就已经会自动断纜了 其实利物浦的逼章 不算是非常积极 非常拼命的 但是马里博尔自己的球员 会自动双手奉献皮球 或者控球权给对方的球员 加上利物浦很多的简单直线 已经能够轻松 刺穿马里博尔的防线 也都善用到沙拿 或者费明露 正肖肖入涉的能力 结果就造成了一场7比0 就是自炒的 是 当然这一组 其实当晚很多的WhatsApp群 球迷除了留意利物浦的赛果之外 因为这一组 之前西维尔也和利物浦 试过打成一场2比2 但是都会夹着西维尔的赛果 但是西维尔1比5 苏比莫斯科斯巴达 又是令人非常难为一场比赛 这是完全猜不到 因为西维尔其实今届 我也做过他直播的比赛 不差的 他们本身整体的实力 其实应该是维持到的 其实西甲也是那四队 即是王家马德里 接着巴塞隆拿 然后马蒂会 以及西维尔 现在华伦西亚也打得很好 很厉害 很厉害 刚刚阿余上星期先介绍 我们看一场 华伦西亚作客对贝迪斯 我真的因为陈伟瑜 真的因为陈伟瑜所说的 我特意感到2.9 哇 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速度又快 没想过赢到4比0 去到79分钟 贝迪斯先开始入球 几分钟追三球 接着追到3比4 但回头可以赢6比3 就是胜在够激 真的好刺激 整个防线好像 你说他有脱漏也好 但他们很主攻上去 当然你后面 就没有那么多人去守 其实这场球 我也想起 刚刚就是说 过去周中欧联有一场赛事 就是车路士对罗马那场球 那场球 也是大家打得很开放之余 你想想车路士 可以在领先2球之下 塞3球 然后罗马再追和 所以整个过程 其实是很激烈的 所以这场球 也是值得跟大家再讲一讲 不过刚才再回头 或者我们可以逐早讲 都可以 我想回应刚才 尚文说 利物浦赢7比0 莫里博尔 其中有个新闻出来很棒 就是罗马密德沙拿 因为他自己个人入了两球 还有沙拿 大家知道是埃及过脚 埃及也顺利可以入到 这个世界杯决赛州 然后说 原来埃及有个富商 就给他一层扭 然后他不要 有什么条件 没有什么条件 收完层楼之后 可能他的身体 没有平时清洁了 应该纯粹表扬 他代表 埃及国家队的出力 然后带到埃及 入去世界杯 纯粹这件事 但是给你一层楼不要 但可能反过来 我一层楼又够又残又小 以沙拿来说 我也不住 还来抽我水 上层楼又想抽我水 我真是怕有条件 我个人认为 沙拿那个原因说出来很好 真的令人感动 他就说 你给一层楼我不要 如果你能够将同等的价值 捐到我的家乡 来建立我的家乡 我就很感谢你了 说真的 我跟沙拿大把钱 你给多等楼我 和给多10等楼我 都是没有什么分别 老实说 你是埃及给等楼我 而且你都是一个人 你住不住的 你没理由只守住这些等 然后右手就住另一等豪宅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 值得说一说 表扬一下沙拿那个 这么无私的精神 刚才说 逐组讲一下 不如由A组开始讲 好 其实现在踢了三轮比赛 总共八组里面 是有1 2 3 4 5 5支球队已经是三战全胜 曼联是其中一队 现在在A组 他们是踢三场 已经赢三场 不过好像 刚刚那场赢得来 好像是有些 幸运 会不会呢 因为是奔飞加一个 多大的犯错 才能赢得到 其实 那场球就不是我直播 我同时间讲另一场球 但是我也要试一下 奔飞加的门将 其实施维娜 就是一位18岁的门将 兼且这位门将 其实他现在成为了欧联历史上 最年轻的门将 最小的能够在欧联赛场上阵 这个就是赛前已经大家有些新闻报道出来的了 所以这个焦点都很放在这个年轻人身上的 其实整个过程当中我看精华 其实曼联都很多攻势 很多攻势都被他挡出来 一路打下去好像 好像不错 这个门将 因为我自己说的一场球 我正在推动 另一场球 也是在推动这场 又好像不错 但是最后就是福仔 那个球 当然了 我觉得拉斯福特 当然他的功劳也很大 因为他看到门将 站出了一步 然后他拳的球 很高飞曲序 那门将就以为自己可以拉着球 推动一推 谁知道他就推进拳 大家知道现在有门线技术 你一推进拳 球阵的球响 一响 那你玩完了 你可以说是低级错误 但是我觉得门将也要经历 而且奔菲加没所谓 我觉得之前那两场球都输了 我没有让他们可以出线 所以他们用过这么年轻的门将 给他去吸收一下经验 我觉得也是好的 不过当然了 那个球是输得有点肉酸 又可以说一些好人好事 赛后劳卡古 本身应该跟门将没什么关系 很安慰 几个曼联球 抱他 抱他 这些拥抱 我觉得值得表演 也有昨天流电 Frankie说 觉得奔菲加门将球 球球有点像污烈字的球 应该是拜人对着和夫斯堡 当时就眼落记一下的软射佛球 但乌烈字就不知为什么 可能突然间紧张 或者突然间差不定主意 就想着单手插走 偏偏又踏手之下 那球就踏到自己的笼门里面 那就出了事了 如果我自己觉得 因为乌烈字 始终他的经验 应该会丰富很多 但是近年他坐后比的经验 也很丰富 坐后比有很多 但是乌烈字的球 我觉得是 怎么说呢 其实我觉得是不能输的 是不到的 因为是不到的 对啊 那个球在你前面 基本上你不是用单手 你是用双手的球 是不能输的 可能球球就突如其来之下 他的脑转不输 就是突然间差不定主意 结果已经飞到来 结果就出了事了 那就没办法了 是不是 结果就是 曼联1比0拉书福特 这个弗球就搞定了 这个奔飞加 不知就同日方面 A组巴塑尔都很厉害 巴塑尔上财已经是吓到人了 5比0大炒 这个就是奔飞加 是 拿到一个很宝贵的三分 但是今周 作客都能够 作客2比0 就击败了莫斯科 中央陆军 換句话说 现在巴塑尔就6分排第二 中央陆军就3分 躺下去第三位位置 这个我跌眼鏡的 因为这一组 未打之前 我就贴曼联第一 第二奔飞加 好正常 到打了第一周之后 曼联赢了巴塑尔 然后奔飞加就有点意外地 我觉得他输了给中央陆军 我看回那个过程 就是奔飞加多攻勢 到之后第二轮的比赛 其实我觉得奔飞加可以反弹 怎知道不能反弹 但我认为巴塑尔很差 我认为巴塑尔一定是勾 怎知原来 是不是曼联太高 有些人 我和一些同事聊天 我说 我认为巴塑尔也不强 但我认为巴塑尔也不强 但这一组 其实是巴塑尔也不强 奔飞加也走样 中央陆军又是有些 怎么说呢 尤其是后防 尤其是清皇不折 所以现在出现9630的情况 曼联9分 巴塑尔6分 中央陆军3分 而奔飞加是0分 最快曼联可能下一轮 都可以计定一张16强的入场圈 没错 他当然希望下一轮中央陆军 赢回巴塑尔就搞定了 变成12分 接着两对6分 剩下两轮就搞定了 这组形势 可能我们可以叫做意外 但其实现在变得非常明朗 反过来 曼联在欧联打得不错 但刚刚上一场的联赛 他们就打获离物浦 贫大巴 其实他们的攻勢不多 不过 赛前摩连雷也说得很清楚 他不会觉得 对强队是一场特别不同的赛事 我得到1分 OK 那说一下B組 B組原本是我第二天 比赛日本来打算看的赛事 就是打一下巴黎星的 耳门有多厉害 几分钟进入第一球 很离谱 我决定不看 因为安德烈志已经没有机会 可以在主场再威胁到他 所以继续也是 刚才我说的五队 已经三战全盛 其中一队就是巴黎星的耳门 作客都赢了 安德烈志四球 现在卡云尼 麦巴比 和尼玛 我觉得在分组赛就没有什么 原谅的了 阿淳文你说这场 你看完巴黎星的耳门 好像两轮比赛你也有看他 没错 上场巴黎星的耳门大炒三比零 和刚刚星期三的赛事 四比零击八安德烈志 都是刚巧的小大评述 我记得两场都是你的评述 你现在觉得 在欧洲上面有哪一队可以威胁到PSG 的确还是那几队 王家马德烈志 就怎么也能数到 雖然今次赛事就赢得到这个烈志 另外 拜仁看看未来的几个月 通了怎么办 拜仁巴塞 其实都是这几支超级豪门 就应该是最顶級的 现在你看到巴黎星的耳门 似乎已经去到顶的一线了 是去到的 我个人认为是去到的 因为我们以前常常说 有几对怪物 拜仁 巴塞 和王马 这三位是怪物 其餘你再數下去可能是英超的車仔 甚至可能是多蒙達 阿體會那些都可以上亂大局 即是說現在有四支怪獸球隊 同意 我個人認為他是少比其他的英超球隊少勝一籌一點 但如果是數到英超 個人認為是金駕歐聯 或者再有實力跟列強一拚 我個人認為會是萬成 多於萬聯 因為萬成的整體性真的很強 今天有報導說成績出來 剛剛打完第三輪的歐聯分組賽 現在是五支英超球隊全部排榜首 如果你計算熱刺和狂馬的得色球差分數全部是一樣 現在五支英超球隊全部都放在上面 似乎是否有些英超盛勢呢 不過我覺得還是去完淘汰賽再說 沒錯 因為現在分組賽的階段 拉得都很散 同意 我覺得有強的元素 我覺得在這兩個球櫃有一點明顯了 因為有錢的球會再有錢了 但譬如賓菲加那些球會 好的球員一直賣出來 但說真的 整麵包都要等各個時間 不是每一個球櫃都一定會接到班 我覺得有這些情況 對 還有比如說 貴前的歐洲超級杯 你看到曼聯 帕羅 王馬 還是差一點點 所以看來到了淘汰賽的階段 大家拼之下 仍然差了一點點 不過說回石日耳門對著安德烈治的一場球 其實我個人就想給一些贊賞 安德烈治 因為當然了 這個石日耳門其實三分鐘 麥巴比已經先開紀錄 當時大家以為 應該安德烈治也很快散 但細想不到他們的精神面貌方面 或者比賽的態度仍然很積極 甚至乎他們有一段時間 是叫做在前半場有一點點壓著石日耳門來打 當然也跟石日耳門的對策是有關係的 石日耳門沒有作出一個高位迫搶 也沒有低位迫搶 前場和後場都沒有一個主動的迫搶 任由你去攻 不過安德烈治當然了 他們的實力和把能力真的比較有限 結果大量傳中球之下 都未能夠成功破彈 那一場球其實單計射門的次數 大家其實是很接近的 但最終的入球數字就是0比4 不過其中有一球球 我很喜歡麥巴比 因為有一球球其實他在窄位 他的頭銳是可以自己攻門的 但他又不攻門 他把球是頂到卡雲尼那邊 然後給卡雲尼入球 我覺得麥巴比在整場球裡面 當然他多次展示自己的腳下功夫 速度 還有他自己搶食的射門能力 但當他有機會的時候 譬如好像上場對白人 他也試過自己有機會不射 然後他過了你一兩個 他還給他 給人尼馬射 我覺得麥巴比一個十八歲 十九歲的年輕人 但是球球才能成熟成熟 說你多踢兩三年 他真的會很恐怖 我覺得這個反而會不會有機會威脅美斯斯斯朗拿道的領導地位 現在說跟他們同Grey的是哈利簡尼 就是這樣說 勿包比始終年輕 但如果我們說回這一組的形勢 星日耳門之前已經彈出來了 但如果我們看這個星期八人的兩場比賽 聯賽和歐聯賽事 新教頭上岸之後 確實已經有一個立刻的效果見到 兩場比賽 贏之餘是贏比數到多 是一個很及時的反彈 可以說是看心情 老實說 一班八人的超級巨星 每個都是腰前萬貫 每個都不知道幾億身家的球員 只要你是有心機踢 就一定是超班 尤其是你主場對著Selo 踢 你不炒人真是不好意思 或者上場對著佛奈寶 是不是 結果兩場也是一個更衣室的氣氛 比較明朗 或者比較開心的環境下 亦都能夠兩場大炒 如果這樣來看 當初摩連奴一離開車路士 車路士立刻可以撥亂反正 就算你說誰上場也好 是不是干地上場也好 是不是因為摩連奴一走一隊球 那些星級戰將立刻做事呢 就好像你八人無尼克 是不是安策落題 真的會令隊中的混亂情況 亂得球員可以不接受這個教頭 然後他不交水準呢 或者他們真的沒有心機踢 可能有個別的球員 我猜是這樣 不過就是說 哈利基斯上陷之後 第一件事就是捉住Thomas 姆奈寶 找一些大好級的 這個隊長給張 總之各樣是 各樣是你的了 你真的要揹飛 跟我搞定他 上場對佛奈寶 甚至我 我記得他踢不完全場 去到比賽都已經拋離對手 但他出場的時候各樣很寬容的 還是鼓勵隊友的氣氛和支持 我覺得很明顯有不同 Thomas 姆奈本身就是球隊裏面 其實他應該是做隊長的 只不過就是因為紐壓 那個出場的機會更加平均 更加多出場機會 不要計算他傷了 現在傷了不得好說 如果紐壓不傷基本上 他長場都打 所以就給他做 但其實據說Thomas 姆奈在隊內大佬背的地位 其實甚至乎更甚於紐壓 因為Thomas 姆奈很喜歡說笑 所以其他人很服他 他又令到氣氛很融洽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真正的領導人物 我個人真的很想再點名賺一賺金美智 因為金美智很厲害 他今屆的助攻的威脅性方面 就真的跟全盛時期的拿姆有得廢 甚至乎入球能力是這麼強 因為拿姆他助攻力強 但很多時候都是助攻給隊友入球 相反 金美智是自己懂得入球 無論頭頂腳踢什麼都可以 最近對著北愛爾蘭3比1 他就一個入球一個助攻 對著阿塞拜疆5比1 也貢獻一個助攻 上場亂賽5比0 對著佛賴寶哥後腳入球 你遠看你以為是利雲杜夫斯基出現了 其實利雲杜夫斯基是遠處那個 但他整個動作流暢 那種瀟灑的魅力 完全就是一個射手級的本色 那一刻 我絕對同意 你將金美智在攻擊線 去打右翼是絕對肯定可以的 甚至乎他的射術 真的近似一個正前鋒 我記得你剛才說 在國家隊他試過 頭不著地窩裡秋蛇 那天是否應該是歐聯比賽 他那個頭鎚頂上去的拋物線 是漂亮得 根本就是一個射手的頭鎚 老實說 你說我們打後衛的 你要我頂我這些球 其實根本無可能 頂不到 如果說對比 比如拿武和金美智的打法 拿武過往在右邊的側 助攻能力真的非常強 因為他的穩定性很好 基本上藍武在中前場很少會斷籃 所以其實他在中前場的參與度很高 但我一直都覺得藍武 其實是一個比較習慣 靠著好邊好邊的線來踢的球員 當然他落底線的能力都很強 但是金美智比較喜歡走的位 其實這幾個球員都看到 他比較喜歡在中鋒 即俄明的中間位置 還有禁區邊 中間的位置會塞進去 所以很多時候他塞進去 未必好像藍武 已經是落底線刮花波出來 他很多時候塞進去 你給他 他可以按遠處 很多時候看到他都可以做到這個角色 跟他習慣入塞的路線很有關係 我自己覺得 那個變化 其實你看到金美智是可以很多 以及也是隊中的通天老官 又年輕 你說防守中場左右二閘 甚至乎中堅他都打 沒錯 那時候哥迪奧娜就是找他打中堅 然後完場之後不斷拍他 鼓勵他 我記得那場球 他凍結到奧巴美爺 是一凍都沒有的 真是印象很深 其實那一刻 你只看哥迪奧娜的表情 你以為他在罵人 但其實他一直在鼓勵他 證明連哥迪奧娜這些要求高 這麼完美主義者 仍然是對他非常讚賞有加 我記得哥迪奧娜曾經說過 他很欣賞拿姆 他說拿姆是他執教過的球員當中最聰明的 大家都知道 其實哥迪奧娜教過巴塞隆 尼斯他也教過 但是在他心目中 拿姆是最聰明的 今美智也很聰明 會不會有超一日 哥迪奧娜將今美智叫走 真的不知道 但的確去今屆 在很多一項的賽事都已經開齋了 甚至乎有一項數據去今屆 在德甲賽事 24次成功為隊友製造了一些埋門機會 又是貫注全德甲 全中次數34次 又是德甲第一 這件事真的不太頂 即是數據都展現出來 告訴大家他的勁 好 Scott說 全隊的熱刺也有機會威脅到巴黎聖日耳門 剛才我們的題目 就是說 有哪些頂級球隊可以威脅到巴黎聖日耳門 剛才我們沒有提到熱刺 其實熱刺我們想留待 稍後時間 對王家馬德里的球 我們再慢慢數下去 不如說一點點拜人 換了教頭 上正軌 至於管理層對球會的影響 或者左右教頭決定 你覺得 在你幾次上場之後 真的完全沒有問題 還是還是有些隱藏的問題 或者暗湧存在在隊裡 我想其實一班高層 每個人都繼續上華視 尤其是康尼斯 那種的權力欲望是非常之強勁的 所以就沒辦法了 其實找希利基斯過來 就做過一個中間人 這個老大哥也好 或者老伯伯也好 他一來就叫做震倒更衣沙的Superstar 伏海 最重要是上面那一班 都似乎跟他是好朋友 甚至乎 哈尼斯就當他是最好的朋友 那一隻 所以就其實找一個角色 去駕馭這班這麼難駕馭的人 其實都是OK的 可以理解這件事 很明顯現在是一個過渡期 看看你下一個找到那一個回來 希利基斯幫你頂住先 以他做一個頂住先的身份 一定沒有問題 還有希利基斯帶領拜模尼克 拿三冠王其實都是2013 都不是很久 這四年裡面 當然他退休了 但是其實那一班2013 根據那一班戰將 現在很多都還在 還是一些大哥級 但是你認為哪一個 希利基斯不會可能是長教的 說明都是教金貴 沙洛本身曾經上來執教過一場 現在連助教都沒有給他做 到底誰可以接班呢 沙洛本身的叫做回來 但是就 阿順文說 現在連助教都沒得做 那怎麼辦呢 現在呢 當老人家明年離開 那誰去代替呢 之前就未確認 希利基斯接手之際 就傳過很多人 包括有稻草 包括有拿高市民 包括有高譜 另外也有安力基 甚至乎是羅夫等等 沒有個人認為 既然現在找到一個老牌教頭 去暫代這個球季 就是一些肯定 可以即時想任的教練 就照樣不是百人的高層 那一杯茶 包括稻草 安力基那些 就照樣是沒有份的 其餘了幾個就看看 阿高市民 他一年多 我相信 漢尼斯就不會相信他的 理論上 或者不會這麼快去相信他 他需要多些在賀芬行 或者在其他球會 再證明自己的實力 尤其是今屆 在歐聯附加賽 就失了給利物浦之下 那兩場 不過他的排輯 或者戰術方面 是被人批評的 即是被人感覺他還未夠成熟 他有膽識 有戰術理論 但未夠成熟 我個人認為不會是 那高市民 再看看其他的 這個 就叫做 Candidates 包括高普 高普 高普我個人認為 那之前 利物浦都比得長約去 那證明 利物浦和高普 大家都情投而合 想著來一個 long term project 那一種 照計又不會說 無端端又沒有了高普 我覺得高普 都不像樣的 反而最像 可能就是 但是最喜歡 吃一下東西 撩一下東西 那個就是羅夫 對 雖然羅夫 就合約 我沒有記錯去到2020年的 同國家隊 但是老實說 他04年 做其年 市民助教 06年 正式坐正 都十幾年 計算了 明年的俄羅斯世界杯 十幾年 如果他選擇走日 無論是否拿到冠軍都好 選擇走日 其實是很應該的 對 對 羅夫他還沒有在球會 給證明過 之前史特加 他也是一般 對 其實一響打 一成名 就是跟其林市民 然後坐正 然後就已經是 你想想扶搖直上 喂 好像乾地 OK 教完祖雲大師 跟著教國家隊 然後教國家隊 現在教車律師 OK 我們兩響打 就靠吃秘史 我覺得 還有我看過一份報紙 有個研究 就說 原來吃秘史人 是聰明一點 是嗎 我想找回那一篇 真的很搞笑 不知道有什麼證據 這個大家小心點 你們有沒有試過 你們有沒有吃過秘史 當然有 小學 小一小二 你不是沒有 我真的忘了什麼味道 說真的 我記得我沒亂黏 鹹 我記得 通常都是搓的 搓到一顆 然後看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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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舔一下 接著就 我試過黏桌底 我真的很喜歡黏桌底 我一定少要黏桌底 桌底一定有 桌底一定有 不過 應該這樣說 整顆吃我真的沒有試過 舔一下就有 那下次玩吧 我們猜會玩這個 一半吃 要不要 誰要喝酒 一瓶喝 不行的 我就吃地獅 我想我零一瓶 我寧願喝酒 說真的 說真的 我都覺得 還沒說到 例如拿高市民這些 當時說到杜曹出來 我都覺得 似乎 拜茉莫尼克的口味 不會是適合幼齒 因為杜曹在多蒙特 其實證明不了自己的能力 基本上都 其實很短的時間 還沒拿到成績 不同意 少許是不歡而散 他都沒有拿聯賽冠軍 最慘是和高層不和 連多蒙特高層也搞不定 怎麼搞八人的高層 所以年輕一群都不正確 反而我覺得 好像你所說 國家隊 對於整個國家隊的體制 添下來拜人 大半隊都有那些人 有足夠溝通 要上場去執教 我覺得好像 對數之外 都覺得 都門刀戶隊 你知道老人家是好看這些 我自己都覺得 所以就看看 未來明年一百年成為八人新任教頭會 是哪一位 是否真的是小弟所預測的羅夫 還是另有其人呢 所以就說回歐聯方面 我們剛剛說完A組和B組 之後就輪到C組 車路士羅馬馬體會 誰說的你們 卡拉巴格馬阿基哥說的 三比三的場 兩場都是我 剛剛好C組 我有看朋友的WhatsApp Group說 被譽為 這星期最好看高水平的兩場歐聯賽事 應該剛剛也是你說的兩場 就是車路士羅馬 以及熱刺對王家馬得利 車路士羅馬那場 就勝作多波友 這波友很漂亮 還有過程風回路轉 兩球 輸回三球 又追回三比三 但整場波 有沒有說哪一段 其實打得好一點 其實我覺得羅馬 是在我想像中的高水平 我自己想羅馬其實不是那麼差 但是去不去到這個水平 其實我是預測不到的 我覺得羅馬如果能夠和到車路士 已經很好 結果真的和了 就贏不了 但是呢 一開賽的時候 其實你見到車路士 是很有信心的 就是他們那種壓迫性 其實是做到出來的 加上他們其實叫做 早入球 你戴維路易斯那個球 剛剛借助對方的首位 做單檔 對 然後他還要把球 這麼漂亮 他很早能夠領先1比0 其實11分鐘而已 車路士已經領先1比0 接著呢 開始就是干地的打法出來 打穩守突擊 在後面呢 我寧願可能 甚至乎我放棄空球拳 縮在後面 來做好一個報防 來打突擊 接著夏沙特做多顆 37分鐘的時候 夏沙特入多顆 夏沙特據說 已經900多人沒有在歐聯入球 因為他有傷過來了 接著呢 2比0之後呢 我覺得開始出事了 其實在 在節目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有提到一點 就是 那時候收得太後 當你車路士收得太後 你沒有在中前場逼迫的時間 變成那段時間 你開始看到羅馬 控球比較多 然後羅馬控球比較多 羅馬開始越攻越暢順 越攻越上心的時候 那就糟糕了 你打起了羅馬的信心 羅馬就來了 然後羅馬來了 最重要的是 高拉諾夫在上半場追回那球 其實是很重要的 他又走了 沒錯 完全是打起了羅馬的心 而且高拉諾夫入球 其實艾斯比利古達要負上幾大責任 因為那球其實薩帕哥斯達 本身已經在右負位 如果你單對單 艾斯比利古達 他退回深一點 其實一個前後棋 其實 而高拉諾夫不可能會爆下去 而高拉諾夫不可能會爆下去 那不知為什麼 艾斯比利古達 一向上去 跟薩帕哥斯達 兩個差不多是平排排 哇高拉諾夫看到你兩個平排排排 他在中間一推一推 然後插進來 那個空位他看得很準 對 那你想想 如果那球球 不是 不是首位出現了一個棋位的問題 其實他未必能進入 因為那個空位在禁區裏面突然出現很大的空位 沒錯 我都覺得高拉諾夫很厲害 其實是一瞬間的 看到就要推下去 對 他又真的推到 過到 還會射到 我覺得所以那一刻 真的一刻 出現了一個空位他就拿到 還有 都喬有點暈 因為那一刻推了下去 其實也挺窄位 對 散中了基斯丁神 如果你說不是散中基斯丁神 以古圖斯那個把關的能力 就是這麼窄位 你能不能進去 都成為疑問 但是當散中了 基斯丁神的球 稍為佔高了 以及球那麼厲害 悶將救不到 沒有可能救 當你追回這球球 就好像有些還雲丹的感覺 然後下半場就那個形勢不同了 一出來你看到 我想迪法蘭斯高有個指示 給羅馬那群球員 怎樣壓前去打 做那個搶壁 而相反 車路士當時是沒有變的 他們仍然領先2比1 羅馬就開始不斷壓迫 我印象之後那兩球 還有其中一球 是高拉諾夫做左攻 第三球 高拉諾夫做左攻 還有有一球球不進 都是高拉諾夫 都是在左路扯的球出來很厲害 然後古圖斯剛剛的腳尖 踢到球 否則迪斯高根本就沒有了 也挺有趣的 兩個前萬成的球員 就幫忙令到車路士要失分了 那場球是真的很精彩的 還有迪斯高的左腳窩裡很漂亮 沒錯 第一時間合起來 立刻令人想起誰 雲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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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佩斯的球 是不是國家隊的球 我又不記得 我記得第一球球應該是世界盃 的 雲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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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佩斯第一次占過 雲佩斯 我忘記是否公開 但兩 verification 但仲佩斯 雲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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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波的配合是很好 為什麼呢 你最多加上去 後衛做停球 他突然間一個橫走 橫走一點點 斬球那一刻就立刻看到一個過頭 他走的路線 你看回那個環境 迪斯高的走位是很漂亮的 橫走 接著就打下去 然後那個波來到第一時間就很硬 那個波全靠是迪斯高突然間 轉身的走位創造出來的 很漂亮的 空狗體波郵寄提回我們 波利是萬聯對維拉 多謝你 雲佩斯果球是萬聯當時的 很漂亮 其實果球球還有一隻 法師澳他扔球過來的時間 他被迪斯高 他扔向一個斜位拋下來 所以那個球你才有機會 就是左腳波利拉 對 如果你太近了 其實基本上就是龍門出來擋 因為你自己根本不適合位射 但是車仔最後都追回3比3 不過你覺得車仔的狀態好還是不好呢 因為剛剛上星期他們才聯賽 被水晶公開槽 對 因為水晶公還要是零分 零分還要是沒進過球 但是竟然他對車路士兩球 那個也是 不知道 你覺得周中那場球 其實車路士打得好嗎 打得好 還有那場球也有些主力復出 還有我覺得 他頭頭江地那個叫做 把大衛路爾斯推上去打防中 以前摩連奴都把大衛路爾斯推上去打防中 其實還可以的 尤其是簡迪受傷期間 你把他推上去 你變成在中場搶折的能力方面會加強 我想一件事就是 不知道是否 江地覺得可能對水晶公那件事 就是少了這個攔截 所以把大衛路爾斯推上去 還要入球 那一刻就有償 但是我不是很明白為什麼他們在領先2比1的時候 他們會把大衛路爾斯調走 然後換入柏道 可能他想在中前場給壓迫 覺得如果你縮得太後 比羅馬佔有這麼大的優勢 那不是球 所以他們把大衛路爾斯抽起來 大衛路爾斯也覺得很奇怪 剛剛打完反擊 然後為什麼突然換走我 他是不滿的 但是到他走了之後 你換入柏道 你在前面逼不到 反而別人進入世界球 這樣追和 那一刻是有點洩氣的 車路士 雖然羅馬佔和車路士打和表面 好像大家都失分 但是我想這組的另一場比賽 令人又是意外的 聽到第三輪的馬體會 才得到第二分 都未贏過球 居然對著全組最弱的卡拉巴克作客 是0比0 唉 那一場球 發生什麼事 那一場球 甚至乎是 我們叫卡拉巴克 或者卡拉巴克 馬會 我們看起來 其實馬體會 是有一點點 力拼巴塞龍蠟的後衛症 因為他們對巴塞的一場球 很明顯是打得比 沒得留的 最好的球員 基本上都推出來 而且還要傷了兩個 包括高基 在對卡拉巴格這場球 高基對巴塞那場球 都被打破傷了 我想這件事 其實對於整隊馬體會的影響是大的 第一沒有了高基 在中間的串連組織進攻 第二就是他們付出的體能 真的很大 你明顯看到 傑斯文是累的 法國國家隊又需要他 馬體會在不同的戰線又需要他 所以你看到在前面是一般的 還有馬體會這場球 他用了甘美露 就是這位想要復出的球員 甘美露的狀態明顯不在 所以馬體會整體的實力 是一定高過卡拉巴格的 這個毫無疑問 但是當卡拉巴格 他們在阿塞拜疆的超級聯賽 他們收起了六個主力 聯賽他們其實領先 不過說真的 我想你在國內阿塞拜疆的超級聯賽 對於他們來說的吸引力都沒有那麼大 因為他們已經四連霸了 所以他們在聯賽 漫漫長路寧願收起主力 收起了大半隊主力 剩下的年輕人就繼續被他踢 老一班其實全部收起 在體力充沛的情況下 他們還要在主場對馬體會 馬體會變成大家可以把軍勢拉近 其實有幾下卡拉巴格甚至可以贏了 馬達托夫也有射過球 前面的南非前鋒就是陸和尼 也有攻門 還有中場巴西的龜化兵 李察、艾美達其實都是好球 即是他們有幾個枯倒球的球員 米高這位西班牙球員 也是可以枯倒球 在中距離射到球 所以卡拉巴格其實整體的實力不弱 由他們上場主場對羅馬 我們已經看到 雖然他們第一輪被車路士大炒 但第二輪他們回主場 第一輪你當他們 整群球員都沒有試過 以卡拉巴格球員的身份 亞塞拜疆的球隊身份 是打入主賽圈的 第一次而已 當然作客去到其他國家比賽 都是很少的機會 在歐聯賽場也是第一次 歐霸杯可能他們試過 因為歐霸杯他們都入過 但是經驗始終不多 說突然面對這麼強度不同的球隊 他們結果大敗給車路士 但是到他們回主場 他們對著羅馬那場 其實他們 以表現來看 他們是有權去拿一分 最終他們雖然是輸一比二 但是整個表現我們修復 然後對馬體會這場 就拿到歐聯歷史上第一分 上次對羅馬歷史上歐聯主賽圈的第一球 所以逐步逐步 馬體會作客和這場球 跟多蒙特作客和尼科西亞 都是差不多的意外 我覺得是接近的 這兩場排面是不能比 剛好排在第三四輪 都覺得多蒙特好 馬體會這兩場你們一定要拿的 因為同組的對手實力很強 想不到這兩隊同樣都是 作客的情況下就是和了這場球 不如跳一跳去X組 多蒙特類似的組別 沒錯 老實說一句 頭兩場多蒙特對著熱刺 對著和馬都是輸一比三 我們說了很多很多次 第三輪和第四輪賽事 對著尼科西亞的六分一定要代替 偏偏第一次已經代不了 還有門將貝爾基連環犯錯和連環送禮的 最終痛失兩分積分 還有貝爾基的球 很搞笑 他第一次突然間出了球 被對面的就是艾比斯利奧 然後艾比斯利奧 散了球 突然間又甩手 然後送第二個禮給這個 就抱地成功 撿死雞 結果整件事真是醜了 因為貝爾基本身在聯賽季初 頭五場球零失球 到第六場才失今屆 德甲是第一個失球 但歐聯賽場 第一場球輸近處 第二場球輸近處 第三場球連環送禮 好像場場都有些事被罵 似乎後防 始終多蒙特給人的感覺 都是不夠穩陣 進攻點他們強 但當面對著死手球隊 譬如今屆在德甲試過 對佛拉伯攻擊也攻不進 那場球對於他們來說 都是一個警號 當你面對著密閘防守的球隊 你有沒有一些變陣的空間 例如你是不是可以打多些兩翼出球 來做一些投球的攻門 即是增強的攻勢 不再打小組進去 當對方收窄的防線 你沒有空間去推的時候 你怎樣去處理 中間打小組 人家報的十四區報得這麼密 你怎樣去撕破 其實很多等等的課題 我覺得多蒙特 如果他們要成為正宗的歐洲一線球隊 他們都還要努力 不過剛才阿基仔你說 他在聯賽展 投現過的問題 正在歐聯這三場球 是一個縮影 他們全部都出來了 剛才信民說過 譬如貝爾基 一些門將上的犯錯 令到他們頭兩場 對著功力很強的熱刺 和王馬都是輸幾球球 剛剛在聯賽對著一對 有功力的來比錫 又是輸幾球球 同樣地 只不過在頭五輪的比賽 可能真的遇不到 有功力的對手 在聯賽 好了 對著一些 防守來回到上下的球隊 好像尼科西亞一樣 你又沒有本事 以強去制約 一定要得到這三分 也是得不到 所以我覺得 令我意外的 其實雖然是輸了 被尼科西亞逼和 但我覺得問題是開始出來了 所以就看看 下一場的歐聯賽事 主場對尼科西亞 那三分就更加沒有可能失 第五輪 主場對二次有 一定要贏 基本上未來三場 要參加贏了才低 看看能不能操作 但老實說 我們整體分析一下 多蒙特 其實打法上 我們覺得新加盟的球員 是很融入那個陣中的 就是 耶莫蘭高 麥斯菲納那些 是真的能夠配合 前面沒有問題 問題是否在中場方面 出現了問題 其實中場 你以人的 他有很多不同的配搭 達河達阿 紐尼沙軒 基本上 他沒有特別說 誰傷了不能用 他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現在可以用 但我就是覺得 明明頭幾場 新來的 又這麼配合 問題真的在哪裏呢 我個人認為 個別賽事方面 中場硬正度 好像有些少不足 譬如上場聯賽 對著萊比錫 對面萊比錫 哇 中前場出幾個快馬 以及幾個很積極的球員 真的打亂了 就是當中場的節奏 直到換入懷高 才叫做好一點點 當時本身正選是卡斯道 搭著沙軒 搭著古沙 一聽過名 三個都是技術型 三個都是傳送能力超強 HOLD波能力超強 但論到殺波能力 或者搶中場能力方面 始終還是差一點點 硬正度 這方面看看 多蒙特接下來有沒有機會有所加強 同意 其實多蒙特 我想他最欠的一件事 就是硬朗的防守中場 其實這個位置 剛才澤民數過三個 其實都是用波能力的 你不會當古沙 就是打在三個防中的位置 你不會當他是這個位置的作用 還有你也不會要求沙軒 是一個很強項的籃節球員 其實甚至乎卡斯道 也不是這一種 卡斯道也是酷球賽 上去可以參與進攻的一種 反而懷高這個年輕人 其實他是具備這個條件 但是懷高如果去到 譬如歐聯你要對著熱刺 要對著王家馬德里 這些頂級的 其實就算懷高 可能都不夠硬朗的 我記得以前曾經拜仁在歐聯賽場上 整隊拜仁那時候很強 升光一一一 但是中場好像只有圍導式打仗 其餘那些就不夠硬朗 其餘那些都是用波強 但是不夠硬朗 有時候球隊都是要配合不同的人 當然就是貝爾基也是另一個問題 上屆老實說貝爾基進步很大 第一季來多蒙特是一般的 但是上屆其實有一個很明顯的進步 但是似乎今屆是否去到一些重要關頭 一些硬漲 就會出現一些比較多的亂子 這方面要再留意一下 我覺得中場方面其實有很多好球員 譬如達鶴特那些可能因為還是年輕 但是我覺得 假如是他的全面性 我覺得在中場上他應該佔得直位 我喜歡這個 我喜歡這個 大鶴特是兩範圍都有的 即是酷球球上去也可以 他有硬正的籃子 因為他那種無算加拍 其實他也可以打後一格 還有他那個覆蓋的範圍很廣 我很喜歡他推球 引到對手過來 而在最適當的時候才能分兩邊 他做這個功夫是很準成的 這個真的出色 當然是蒙特和波 令到熱刺王馬雖然和波 但是在小組方面仍然是兩對七分 拋離兩對一分 其實形勢就已經抹開了 說起來熱刺很厲害 作客對著王家馬德里1比1 阿基哥覺得和波的關鍵在哪裡呢 我覺得熱刺打得很好 其實賽前我們都猜的一件事 就是王家馬德里是高一點的 尤其是王家馬德里今季有幾場的強強對決 他們展示出來的那種冠軍級數 你真的看得到 比如你剛才阿順文提過 歐洲超級盃他們對曼聯那一場 贏的說服力是連摩連奴自己也承認 自己的球和對方相差兩年 然後韋瑜之前也提過一件事 就是西班牙超級盃 其實王馬對著巴賽也是當你仇人敢打 那兩個回合也是你看到王馬的那種真章 作客西法輪那一場球 簡直是覺得多蒙特是不夠班跟他組 但是這場球你想想 還要是班牙貝 撇開了今屆王馬 不知道為什麼在班牙貝有些失威 今季他們就算在西甲 在班牙貝也輸過一場球 但是始終那個主場優勢應該在 但是熱刺整場球是和王馬可以打成軍勢 所以我想這件事應該給Puchetino 還有就是兩邊的門將打得好 形成這場球大家都只不過只有一個入球 如果說門將不是那麼厲害 其實分分鐘是不止的 那場球真的兩個龍門很厲害 我很記得羅列斯有一球 近門是誰頂過頭 賓絲馬 那球球很近 還有一球球是不是斯朗 在遠處第一時間抽過去 雖然說那個球角度不太挑戰 但是距離不知只有八馬 那球很厲害 單手一托出去 那幾球我就覺得什麼 還要斯朗射有一球是上路球 很多次入球了 就是上國的 那球很厲害 同樣哈利監尼有一球 又被娜華斯救到 嚇到一點 遠看都以為是否自己射出界 原來不是 看見哈利監尼是擺太 基本上是拿那個網仔位 誰知道都被娜華斯 剛剛的手指尖 就是改變了一點的方向 所以其實兩位門將很厲害 那場球看到兩隊的整體性 都是很強的球隊 執行能力很強 黃家瑪德里 我覺得是其中 我們講的那些 所謂的怪獸球隊 我覺得他們那隊 那隊球的強度是很高的 是 體能 甚至壓迫力 他可能一定會比巴塞 甚至我覺得 可能速度 他會跟八人差不多 但是如果中場壓迫力的強度 其實他來得很厲害 但是熱刺可以跟他抗衡 這一刻 我覺得是值得留意的 是啊 黃家瑪德里證實了 你想想他們改制之後 首支能夠可以 衛免歐聯冠軍的球隊 還有他們那個頂級 那個班費之強 都不用說了 但是熱刺現在可以 作客去到西班牙 可以跟這支頂級球隊打成軍勢 我覺得這件事 我們以後要提高 熱刺更多 還有你看到 斯丹在黃家瑪德里這場賽事 他們之前那輪對基達菲 2-1 2-1那場 賓斯瑪復出入球 斯朗打破西甲入球方 其實他們的勢勢是不錯的 而且那場球 其實收起了摩迪 卡斯美路 直接不用他們踢 伊斯高在對基達菲那場 也是後備上陣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想想 其實黃馬都算是流了力的 但是也咬不入熱刺 也贏不了他 所以可想而知 其實熱刺是高了很多 我印象很深 上陣我也是看黃馬對多蒙特的 那場球 黃家瑪德里 上半場製造到埋門的機會 是多到不得了 因為基本上你覺得 多蒙特後方頂不住他們 但是這一場比賽其實 熱刺不算給了很多機會 黃馬中前場球員 剛才我們說的 你近門頂上去 甚至一次半次被施朗起了腳 那些 門將可以救得回 不是那個後防的甩漏 導致對方有盲門 真的人家很高水平 你不能說全場不被人射球 我覺得 看到 對多蒙特那場和熱刺那場 黃馬的輕鬆程度 是有很大的分別 我覺得 還有我們要讚賞 布置天奴 就是他的轉陣 路蘭迪打正選 大家猜不猜到 猜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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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是路蘭迪推上去 換走他 上面的場看一會 換走他 但你不要理 他說我現在作客 我要打簡單的 我會打高波馬 我會打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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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在前面是可以停球 因為 其實最主要原因就是 迪利亞里停賽 不能踢 在這個空了的位置 大家一般估計都是孫興文 孫興文 然後加壓力神 然後 哈利簡尼在前面 三個攻擊 三個就行了 誰知道他不是用孫興文 然後用路蘭迪在前面停球 他預計了 我作客來到班拿貝 我不可能跟你打這麼多猜拳 我打簡單的球 我有球 然後路蘭迪在前面停球 自己賺錢也好 停球也好 然後艾力神 哈利簡尼那些 走過來支援你 我覺得這個戰陣 其實是很成功的 他做得 我覺得是因為 如果你說看 平時聯賽 大家對這個陣容熟悉 你會覺得孫興文出 好像很理所當然 但是我一直看 看了大半場 我才慢慢明白 為什麼會這樣做 因為很老實說 如果你說孫興文的特色是快 和靈活 但是你要看今天你對的是什麼對手 如果你論快和靈活程度 對手是不會在你之下 甚至在你之上 你的長處擺在球場裡面 發揮不了 其實與其是這樣 是不是需要另外一個元素 是對方未必有的呢 所以我覺得他選擇 路蘭迪的想法就是 孫興文出來的快靈活 其實擺在黃馬的陣容 做抗衡 其實一出不了效果 與其這樣 不如就擺一件高大出來 同意 還有這場球 你見到 找到卡爾沃加的接班人 雖然他輸了球12馬奧利亞 那個產節是魯莽的 但是你見到整個右邊線 奧利亞那個 上上落落的能力 是真的很高 你沒有了卡爾沃加 其實季初的時候 我們打算要靠捷比亞 但是捷比亞 其實可以的 捷比亞不是說他不好 這位現在都是英格蘭新進國 出球也好 但如果你相比起奧利亞的速率 和那種上上落落的頻率 那種厲害 奧利亞是更上一層樓的 所以似乎大家 尤其是夏天的轉會槍都挺有趣 你知道曼城又大灑金錢去買閘 卡爾沃加被人叫了過去 熱刺又在巴黎聖日耳門 就叫了奧利亞回來 其實奧利亞我們都看過 一向都很厲害 都OK的 但是你說現在 沒有了 你巴黎聖日耳門 有一批那麼厲害的閘 單尼爾去買 所以他沒有位置 他被迫走 但是這個球員其實是好的 似乎現在熱刺都找到一個適當的 可以打右閘 或者打右翼位的代替品 我看到大師兄也進來了 大師兄就是我們有線電視幕後 一個很重要的 research team的成員 大佬 他有支持多蒙特 如果大師兄 你聽到小弟的說話的話 不妨也打幾個字 我們分析一下多蒙特 你覺得他們近期最大問題在哪一處呢 我們答應你一定讀 我們還有幾組還沒說 這組已經說過 利物浦大勝 跟著斯巴達 也炒亂西維爾 令到現在這組形勢其實咬得很緊 雖然馬里博爾剛剛被利物浦炒完 但是由於大家互相 你又贏下我贏下 5-5-4-1 叫他踢了三輪 其實就算馬里博爾 排在第四 也有一分 沒有拋離到絕望那種 這組形勢就很緊 最重要的是西維爾 周中突然間被莫斯科 斯巴達大炒去5-1 其實那場球精華騙亂所見 當雙方踢成1-1的時候 其實西維爾有很多攻勢 但是每次都差點運氣 或是差點把握性 但是沒想到 被別人 米加利組入完2-1之後 突然間就開始崩潰了 結果就失下一球 加上荷蘭國的普美斯 真的超強的那場球 兩個入球 兩個助攻 他有些橫發展 在個人突破方面 真的超精彩 所以那場賽事 普美斯真的成為了 一個贏球的攻神 很誇張 兩個入球兩個助攻 我剛剛才看到 我以為看到什麼 突然說聲 因為我沒有看這場球 但普美斯這麼厲害 那整隊莫斯科斯巴達 其實厲害嗎 莫斯科斯巴達 上次對利物浦小弟做 我個人認為就OK 一般般 又不是非常厲害 但就剛剛周中 真的普美斯 他一個人可以 形成了大家 成為了一個勝負關鍵 他屬於那些主場球隊嗎 斯巴達也算是主場球隊 因為上次對利物浦 老實說 利物浦有很多攻勢 很多攻勢 但是斯巴達一個罰球 就收死你 當然卡利斯那球球很明顯 但就毫無疑問 這一組的亂局方面 是小弟樂於見到的 因為你看到有些組別方面 形勢是明朗的 你說B組如果不是PSG 搭著百人出線 我打死也不相信 沒錯 剛才還有那些王馬 那些7711 已經拉開了 另外一組F組 其實我覺得排面好看 為什麼呢 飛彥諾也算是以進攻出名的球隊 荷甲球隊 但是他不幸運 就是撞著三隊在歐洲 都是進攻超厲害的球隊 曼城 沙達和拿波里 當然周中其中一場幾足 我會覺得是曼城對拿波里 其實曼城很早開到紀錄 以為這場球會不會拉開呢 但是拿波里又有那種韌力 最後都只是緊輸一球 兩個十二馬可才能進一球 分分鐘會不會和球呢 都很難說 因為其實拿波里他們剛好 在聯賽打一場大仗 拿波里是贏羅馬 然後現在高居榜首 接著就再打曼城這一場球 所以對拿波里來說 其實付出都大 還有他們的前線現在都強 可惜就是 戴斯美頓斯這位比利時過 第一個十二馬不進 是不是分分鐘可以逼和曼城呢 都不知道 因為很難說 但是曼城今屆 我覺得有個球員 真的大熟大勇 那個叫迪布尼 真的很厲害 自己的波羅德 助攻又強 他還不毒食 還有他拖一些球 拖深一點 突然間捉過橫圈 很準確 那些力水真的 沒得頂 有大步 他那個覆蓋的範圍 其實很大 我覺得迪布尼 可能你跟著這麼厲害的大衛斯華 一起練球 其實現在還有一個斑拿道斯華 我也很期待 不過他現在 用得少 剛剛來 我們過往在魔納哥 認識斑拿道斯華很厲害 超厲害 超厲害 加上史達林今屆 就叫做把握能力上 有進步阻 進步阻 未只說很頂巴 但入球數字真的很和觀 加上折西斯近陣 也都是FIT等等 所以就 就算 所以搞到 阿 死了 阿古路 阿古路傷的都沒事 搞到 是啊 是的 的確 阿古路一撞車就要長頭 誰知道會出來這麼快 短頭 沒快就出現後備名單 接下來 滿城的攻擊力真的很恐怖 另外就是我們一直說的一件事 始終飛燕樂這隊球 何甲球隊在歐聯近幾年有一個通病 就是防守能力 其實跟其他在歐聯參賽的球隊 就不能運為一談 其實對著這些這麼強功力的球隊 這場球就算他們先領先沙達 最後沙達都是可以作客環境之下 連續回兩球可以反勝他們 這個 這個 防守差 這個飛燕樂 陳先生說 迪布尼今年的球 陳俊賢 好像自動導航一樣 真的 老實說他之前的德甲已經超厲害 和夫斯堡的時候已經很厲害 和夫斯堡 筆內媒也是厲害到爆炸 也在和夫斯堡做過助攻王 也幫和夫斯堡拿過德甲亞軍 但是當然 你在萬城證明到自己有不同 整個案子 所以這幾場球隊的演出 和傳送的精彩程度 真的怕爛手掌 最重要是許不毒食 萬城 我想 去到聖誕節 過了快車期 真的可以看到他們到底有多少 因為你英超球隊 雖然今屆五支英超球隊 在歐聯的戰績都很強 現在都排在榜首 當中萬事雙紅 不論是英超 也是一二位 現在在歐聯 兩隊都是三戰全勝 很強 但始終你英超球隊 要經歷聖誕至新年快車期 對他們來說的考驗是很大的 今年的聖誕快車是尤其密的 因為如果查看世界盃 應該好像是二十二十一號 開始那個星期 去到一月二日或三日 好像踢四場球 比過往還要密一點 所以這個賽季他們的快車 是挺辛苦的 這是肯定的 但剛才說 他們那一組 除了脫掉最後的飛彦之外 我覺得那三隊都還可以捏一下 當然萬城會比較高 但波利和沙達 我覺得水平是很接近 就視乎他們對著 萬城的時候 大家會拿到什麼成績 就會有多影響 去到G組 G組 萊比錫對著波圖 半場都已經3比2 所以全場都是3比2 萊比錫連續兩場分別 對著多蒙特和波圖的比賽 都入了很多球 對波圖那場我沒有看 但對多蒙特那場我就有看 萊比錫 剛剛上個星期聯賽 對多蒙特那場 真的看得非常好 是不是似乎 萊比錫開始站穩穩的腳 因為貴初 貴初有點麻煩 我記得我們在 因為我們 開季之前 我們已經有和大家 預測了 我們也有說過得甲 萊比錫我們是期待的 因為尤其是 就是桑奧古斯天的加盟 但比我們想像中 桑奧古斯天 是要用多一點時間 去融入球隊 但現在似乎做到這件事 他在球隊的作用 應該會越來越大 加上就是 萊比錫都很多主力 其實繼續留在陣中 所以我想 萊比錫未來 因為他們現在站穩 其實他們仍然有權爭 似乎是否我們的網絡 好像有點差 我都斷了我這個時間 暫時我們直播的畫面 好像出現了少少問題 各位朋友 如果聽到我們說話 也不妨留言 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們最新在家 看到的情況是怎樣 不過可以說一說 萊比錫剛剛對 多蒙特那場聯賽 其實好像都有 暴奉主力沒有踢過 我記得 天武雲也沒有踢過 然後 霍斯堡好像是沒有打正選的 我記得 是的 的確 天武雲也剛剛叫做 相遇 應該說 因為他的呼吸系統 和循環系統方面 也出現了少少問題 甚至乎之前 曾經傳言過一件事 是不是上場 再對比錫大師 主隊求聰明 搞到他頭暈 結果他主動要求教練換走他 及後軍醫檢查過之後 其實沒關係 他真的本身身體出現了一些毛病 但是剛剛周中 也已經 叫做出來 也有份上陣 所以看看接下來 來比錫 中前場方面 也有幾多人被 蝦身客徒去選 因為近期也打起奧古斯天 奧古斯天 上天其實在發甲 也在石耳門方面 的確上陣時間比較少 但這個球員真的很飽 但在這組來講 猜不到彈出來那隊是 比錫達斯 三戰全勝 對 剛剛那場比錫達斯 實力四支球隊其實不算強 也很接近 魔納哥本身強 不過大家知道被人拆了骨 所以現在靠老虎發家 也算是入了球 但始終你沒有那麼多主力 其實對球隊的影響性會很大 所以現在看起來 我覺得就似乎來比錫波圖 比錫達斯 魔納哥原本要稱 你賽前稱 其實四隊差不多 都很難說哪隊強一點 但是比錫達斯 竟然是三戰全勝 說完了 歐聯基本上八組 我們都叫做總 go through過 其實很快 下一個星期 又會有第四輪的比賽 剛才說過有五隊已經是三戰全勝 如果這五隊在第四輪 順風順水 其實就很快 都已經有幾隊球會彈出來 剛剛這個星期 我兩個拍檔說歐聯 我是說亞冠 亞冠 亞冠就是東亞區 其實東亞西亞也是 四強的次回合 就打了 但是叫做分別 其實都是屬於大家 各自地區的冠軍 可以這麼說 亞洲區 東亞區這邊 次回合就是 蒲王轉在主場 你們在JD經常都會說 主場對上一上港 首回合兩隊打成一比一平手 不過如果大家看首回合 都會覺得 其實熊轉在作客 其實的表現都比上一上港 主要都是說一樣的 球隊發揮的整體性 上一上港真的不及蒲王轉 去到次回合 一球球 一個角球 就施華頂入 這樣搞定了 最後就是 總比數2比1 淘汰上一上港 不過剛才我們節目前都說 因為兩位 JLead 這個球季都差不多到貴尾 其實熊轉現在說 聯賽排第七 好像在聯賽的表現 和阿冠杯的表現 有點不同 聯賽 說真的 蒲王轉差不多 很早 我覺得他們放棄了 因為你今屆 如果蒲王轉要爭那個冠軍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因為他們很早已經被甩開了 那這屆不同 因為你過往 J1 之前兩三季 其實他們用那個 其實都是舊砌 用兩個循環 應該說 首階段冠軍 和次階段冠軍 然後會進入一個 總冠軍賽 三位 然後 他們應該是 總榜的前三位 又可以進入 然後搭組的位置 不算 不過那個例子 不需要再說 因為現在不玩了 現在就跟回歐洲主流聯賽 那個雙循環制去做 所以 基本上蒲王轉 如果他們出閘脫腳得那麼厲害 他們就不能追 如果你說以前你還可以 我上半季打得不好 我欠他次階段冠軍 希望可以有機會 但現在是沒有的 所以蒲王轉 他們其實很早的 心情 我想他們已經 放在亞冠杯 不過 如果你說我們看 比較後段的亞冠杯 蒲王轉的防守 給人的感覺是挺有信心 因為他們那個 譬如 很簡單 他們在J1 防線是脫脫漏漏漏的 對上一上講 他們有一些很 針對性的部署 當然你一定要前場看著侯克 看著奧斯卡 侯克永遠 陳夜子將會一直追著他 很多時候 第二個會過來再包 所以 令到其實侯克 在單對單 發揮不到狀 之後 你知道 如果在配合上 上一上講的整體速度 就不夠 和蒲王轉快 所以就算有第二個 過來包 其實熊轉也有足夠的人 回來一起幫忙 可以去抹旁邊那幾個 譬如舞女 甚至艾傑神 那些 所以整體看到 侯克拿著球 他發揮不到最大威脅 搞到上一上講 其實連賣門次數都沒有 阿純文 為什麼一聽到舞女 就在笑 因為那些獨男一聽到 會特別氣憤 你還囂張我 我還潤我 你也沒有女 糟糕 我還壞一點 我想起舞女 舞女 對 提提各位的球迷 剛剛舊連結就斷了 所以現在 拆籃王直播室方面 Facebook專頁 就開了新連結 大家就可以回去看 我好像說Youtube可以繼續 阿Kesh 他剛剛Facebook斷了 但拆籃王直播室 要按新連結才可以看 OK 所以 最終恭喜葡萄紅專 成為了東亞的代表 接下來決賽對手 來自沙特阿拉伯的艾希拉 沒錯 沒錯 歐巴杯 大家有沒有看 我昨天看了兩場 阿仙奴那場 和愛華丁那場 可以分享一下 阿仙奴那場 說真的都出盡副選 又洗版銀河唯一 老實說 上半場對手 是有撞眉 甚至製造很多機會 不過說真的 埋門那把的級數 真的差很遠 製造了幾次機會 但埋門射的球 這球永遠不是壓死 就是門框也不中 只是很緊張刺激 又壓著對手 又壓下來 阿仙奴又好像後防 又人多 打人少 但沒有威脅 那些門真的沒有威脅 最後就沒有了 一個近門倒掛 其實有少少混 那就搞定了 那個球 最後銀河唯一 他有說過 為什麼他會這樣射 原來他說 基奧特說 如果以當時的環境 其實他是可以 控球下來 再和隊友做配合 但是當他看上去的時間 他可以在這麼短時間做這麼多 我都很佩服他 他說是看不到有隊友 所以他就唯有盡自己最大的能力 去將球 看看有沒有機會送入網 所以他就考慮到打得到 不過整場我印象比較深 當然有很多新球員 新球員的表現 你要給時間 但是有一個球員 是令我非常非常失望的 韋書雅 我整場的表現 搞什麼呢 他 近年發生什麼事 我正在說近年 除了被人拍到他 躲在吃煙去抱之外 也沒有什麼好事 因為昨天 開始大家打得很緊 我覺得你在中場 給對手緊錢發揮不了 不合理 但是去到下半場 其實大家就打開來打 中場中間的空位 是有極多空間 給你慢慢帶著球 四打三 給你慢慢看著來 給你發揮 但是基本上 在他腳下斷的球 是非常非常多 成功傳掃的次數 可能是少於失敗的 我很失望 我對昨天一場 對手這麼弱 中間擺明居馬 你是大哥 靠你發板的球 你都踢成這樣 我覺得 阿仙奴沒有位置再給你 不需要再給機會 太差了 昨天的球隊發揮得太差了 未來也有愛華頓會對阿仙奴 不過這場賽事的period 可能我們就少了 留待最後半小時 再跟各位的球迷聊一聊 加上有球迷留言 說是否說今晚的得甲 今晚的得甲 今晚的得甲是04-05 小零四對著麵恩斯05 這場球一定會說 但我們留待最後半小時 既然大家關心得甲 不如我講一下歐霸杯的得甲球隊表演 蘇文坤 不可以 沒錯 只有賀芬咸贏到球 相反科隆阿哈法都輸了 但奇怪 我覺得個人認為 我對於科隆的用人上面 是有點奇怪 因為老實說 現在他們聯賽 踢了八場 只有1分1 一和 就七負的戰績 真的要專心一致呼吸 但偏偏要留意 昨晚的陣容方面 門章就是漢欣 另外後防方面 譬如是軒絲、拉薯這些都是主力 中場也有 譬如是佐積智 也是擔政 前面也有大碧勇 搭著的是斯蒙蘇 其實雖然也有個別主力休息 但的確他們的輪換的情況 就不是非常徹底 也沒有說 完全專心一致 就全力在聯賽那裡 結果昨天還要輸球 你這個陣容有誠意之下 你贏球也還說 但最後又是要輸球 所以我個人認為 我現在不知道科隆想怎樣 怎樣呢 科隆現在想怎樣呢 他們在德甲已經是包尾了 上個星期都很可憐 上個星期保持階段 以為有球12馬 又看VAR 還有一大輪 最後就是沒有的 還要不得 那時候在和緊 保持三分鐘 對面艾高露搞定你 主要省場改變方向 一分變零分 其實任何一件事 無論運氣發揮各方面 好像每一件事都不是站著 就是科隆隔離 有沒有說過 彼得史度加 還可以有多久讓他試 那我也不知道 其實我之前以為 國際賽前都可能差不多 但到現在就 求到仍然很信任 可能上屆即落的印象分 你很尷尬 因為上屆你帶領科隆 能夠獲得歐霸杯的參賽資格 三十幾年才能獲得到 誰知道你現在要解僱他 真是 比得到現在就不是差不多 不過我們現在就真的差不多 休息一下 回來繼續和新城聯播 夜晚上時間11點29分 本港地區10月21號 星期六的天氣預測 初時部分時間多雲 日間大致天情乾燥 氣溫介乎在22至28度之間 出和半照清敬的偏北風 只望隨後幾天持續天情乾燥 早晚天氣少量 明天的最高戰岸線指數 氣溫是22.4度相對濕度69% 取完一招當然要放鬆一下 每逢港股交易日中午休市期間 有曾美華李鴻彥跟你午市鬆一鬆 叉足電下午再搏殺 每逢港股交易日下午2點半 社長陳成龍和Nicole、劉恆玉陪著你直至收市 記得聽實策略王直播室 午市直擊 中環基利民街第一才子高明 聯同眾嘉賓主持 以世界男女為工具 將地球上每一個角落的風花雪月 帶給觀眾 確闊國際視野 令香港這個國際敦輪中心 更加名符其實 逢星期五五點至六點 有高明頂 每逢港股交易日下午2點半 社長陳成龍和Nicole、劉恆玉陪著你直至收市 記得聽實策略王直播室 午市直擊 上班這麼辛苦 當然要一起鬆一下 逢星期五晚8點到10點 公主學打機 啤梨會捉著傑玲公主 和你們一起打機 過Happy Friday 無論是手機、街機、電視機、甚至冷氣機 我們都要跟你打爆他 我是深夜導航的張浩熙 策略王直播室 堅是啟播啦 中共用家 吳島不知時運高 吳吵不知又胖道 談不疑惱 就和你吵了 每逢星期五 晚上7點到8點 七雷王直播室有渾水与青年人对骂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时间12点到2点 都会有我张浩熙 通过不同的歌曲 帮大家放松一下心情 洗涤一下心灵 如果你问我深夜到行是一个什么节目 我想应该是地球上唯一一个 希望听众听到睡着觉的节目 每逢港股交易日四点半至五点 有途太郎和你总结即日大事 检讨投资策略 为未来打好根基 记得听实收视检讨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我是足球嘻嘻嘻的主持刘迅文 策略王直播室 真是启播啦 新城财经台成策略王直播室 小数据传播时段,现在开始 Luniti 开始 强尼、刘逊闻、刘健基、陈伟瑜 足球嘻嘻嘻嘻 好 回到足球嘻嘻嘻 這個時段其實時間都不太多 慢慢看下去看下去 我們是時候要跟大家預計一下接下來的球 有阿順文在這裡 當然要先講一下德甲 其實我們在座三位應該講德甲的 阿順文和阿強尼都多 我反而少一點 先交給你 你也很熟悉 04對05 你今年也少嗎 今年少了 04對05老實說一定很好看 除了大家的創會年份都放在他們的球會名字裡面之外 其實的確我個人都很喜歡看04對05 因為小零四 有些年輕人說不是吧 04年和05年才開的 就是說1904和1905 當然是欣高斯達達04就是2004年 其實小零四他們十一次主場 對面欣斯竟然是百姓兩和一輔 這個對賽往績方面是超級一面倒 還有最重要的是上場波04終於重返勝軌了 連續三場聯賽不勝之下 上場波的賽下2-0擊敗了哈法柏林 還有哥烈斯卡這個帥哥 所以在Leon方面似乎中場大腦味道越來越濃厚 你覺得今年 我覺得 貴初 04給人的感覺又不算很sharp 但你不說很沉 跟泰力斯哥 他差不多整個陣打 打法都不同 是不是球員都確實經過幾周適應之後 就開始發揮得好一點點呢 說就是跟他過往打開那個-4-3-1-0-4-4-0-2-0-0-1-0-2-0 這年段時間長期打過三中堅加兩邊力位 以及泰力斯哥的足球 Lorene銷重的是一個狹狂度 他們甚至用一些很辣的防守戰術 或是犯規的戰術去阻擋對差的進数 相反想他們的進攻模式方面相對上比較簡單一點 很多時候都是靠夏烈特的個人的能力 自己扭兩組然後再加個波上去 或者就靠哥里斯卡的中距離或者一些的後想插入那一隻 但是很明顯上場對著哈佛柏林方面 各方面都真的發揮得好了 還有哈佛也有源口元氣 一個魯莽犯規拿完紅牌就令到哈佛就大雙元氣了 還以為44分鐘就是源口元氣已經是拿紅牌 所以變成挺難踢的 你整個下半場都打少一個人 還有就是 我也想問順民 看到後備名單 譬如江洛比恩卡有上陣 舒寶夫也上來 舒寶夫就算了 相遇了 還有賓特納 安寶路 曲姬 其實這些都在後備 現在其實你看回 到底04他們找回自己 又或者是教練心目中的最佳一隻龍味 似乎都還在想著 個別的球員方面 其實季初階段 賓特納還是中場中路的大腦級人物 就是酷球派牌分直線 我講了很多次 他就是德甲的直線王 似乎越讀球賽能力 或者可以一腳手術都式的傳送 去撕破對手防止的球員 就是這個賓特納 但是可能近期其實季初的狀態 老實說他也是一般 加上他的比賽態度 似乎都不是說是認真積極那一隻 結果賓特納已經連續三場球 沒有任何的上陣時間了 似乎是204的新任教頭 泰利斯哥著重球員的紀律性 扶不扶去和願不願意配合他的戰術體系 就多於他的名氣和技術 剛剛我姓姓 這場球上星期我自己說的 但是我一直說 我真的不太記得 為什麼呢 我覺得204今年的打法 給我來說 我留下不了深刻的印象 尤其是我的印象心就是 他們前線的球員的互動是很少的 迪生道 貝斯塔 很多時候都是有些各自為戰的感覺 反而你說刺激那兩邊 奧斯比卡 卡利古里 就是做回他們應該做的事情 盡量壓下去 壓下去 壓下去 兩邊在兩邊出球 但是一個球去到中間 我找不到一個套路 可能好像信民說 就是當你中間沒有奔特納一個 大佬級創造型的球員在那裡 大家拿著那個球 都只能夠做一些 我認為有些柴子的球味道的感覺 很簡單的 他們今天真的很簡單 所以你在中間 你怎麼能夠撕破對手呢 而迪生道和貝斯泰拿 又不是真的 我覺得打法上面那麼差 所以我覺得很多時候在中間 沒有什麼看頭 對中路的進攻是沒有什麼看頭 我看過外面有些報道 說回德甲所說 譬如現在的蝦克04 就是美亞 麥斯美亞 可以打到一個墮後的中場 他就是打賓特納的位置 對他就是打賓特納的位置 除了在防守中場方面 原來這個不是高大小小的球員 原來都可以做到工作 結果他在後面可以多點空間 去酷球 做到一些漂亮的串連 可以為前場做到功夫 另外一個就是貝斯泰拿 就說他似乎開始重拾一些狀態 就開始教練現在用回他 所以現在的蝦克04 就說比過往強 但是當然你的變動還有很多 譬如李光羅比恩卡 其實這些也可以出來 就是加強那個邊路的能力 或者安保路這個年輕人 這個瑞士國腳 其實在前場他自己的個人能力高 但是譬如上場 都是用回迪生道和貝斯泰拿 似乎現在是不是都傾向用回雙箭頭呢 似乎泰利斯高就希望打簡單球的關係 所以就一次過就出貝斯泰拿 和迪生道 但我個人認為 可能迪生道很快也有機會 漸漸地又沒有正選位置 因為暫時無論是入球 或者做工的能力方面 似乎這兩季 都不是他最佳的水準 沒錯 所以我覺得蝦克04 是一隊球 你要贏他我想有困難 因為他打法硬正 後方不是穩陣的 但是他想贏對手 任何球隊都好 不是那麼容易的 因為他始終輸了這隊球 進那個板斧我覺得是比較缺乏 但是你看他近幾場 他又不需要很多攻勢 但是一兩下而已 你都不可以期望入到很多球 一兩下入到後面夠硬正就頂得住那種 是一些很硬正的 一般很硬正球隊的風格 還有看看死球的發展如何 因為今屆就有個數據 其實有七個入球都是來自死球的 就算撇開一些12碼 都有四個入球是來自國球 或者自由球 似乎死球的戰術發揮 暫時來說 季初的表現是非常對版的 相反對手 敏因斯 今屆就有六次的失波 來自死球失波 僅僅在這一項的統計數據方面 就少於山陽球隊科龍 就是榜尾的科龍 所以會不會有少許格吃格呢 加上今次也有主場之利 過往的對碰的枉跡 又或者人腳上 小零四除了娜絲大射捉畫受傷 是繼續缺陣之外 其餘基本上是呼天暗制的 所以我今天就提高零四一點 但是敏因斯雖然作客 但是他們的近況其實應該比零四更好 因為你看看敏因斯 我不算那場有賽 近三場的比賽其實他們是兩勝一和 上場贏漢堡 當然他們都失了兩球給漢堡 似乎防線都要想一想 但是他們入了三球球 我看精華片段 尤其是丹尼·娜莎這個中場 他在攻守上面的作用也挺大 加上西餅先生又要入球 似乎敏因斯也不差 而且兩邊出球相當有威脅性 的確譬如右路位置奧斯頓拿利 暫時四個助攻 德甲暫時跟奧加斯布的菲勒麥斯 並領這個助攻榜的榜首 另外就當拿迪上場 也貢獻了一個很漂亮的傳中球 給馬森入球 左路位置 寶珊斯基本身最佳位置是右閘的 但其實今屆是長期打左閘 其實暫時推上來出兩三腳球 都是似模似樣的 所以今天小靈蛇如果想贏球 其實兩邊的防守 或者兩邊的攻守平衡是非常關鍵的元素 對 上場球 原來你看兩個的助攻 就是來自二閘的 當拿迪和寶珊斯基 還有我覺得他們前面那幾個球員 在要換人方面 打法是很貫徹的 因為他們一向都是倚重用的 那些矮勢球員 迪巴拿斯 他們那幾件 所以就算我都換上去的打法 很多時候都可以有一個很即時的效果 我只是覺得 中前場其實這幾年他們的變得不算太大 都是那些三個矮仔縮在中方後面那種打法 其實到現在我覺得還是能保持的 好 不如我們爭取時間說多些球 不如先表一下這場球 剛才阿順文就說 零射 我覺得這場球會多球入 我覺得和球 你覺得和球 好 那接下來 繼續得家包還是英超 英超 沒有所謂 英超其實有兩場大戰 愛華頓對阿仙奴 熱切對利物譜 你想說哪一場 沒所謂 剛才我們說了阿仙奴在歐霸杯的表現 其實我們都可以說愛華頓在歐霸杯的表現 因為那場球打架 然後我們再說阿仙奴對愛華頓就行了 愛華頓那場我昨天有看的 開頭是打得不好的 給對手 因為其實昨天一擺出場陣容出來 就已經知道愛華頓 是用了大部份的後備球員 而很早階段馬上已經輸球12碼 而李昂又很理所當然的 其實作客都按著愛華頓來踢 但是突然之間 去到下半場大約30分鐘左右 不知道為什麼整把愛華頓球員都醒了 按著李昂來打 然後整隊尤其是中前場 我覺得打得挺好的 當然幾個球員打得特別好 所以我覺得愛華頓琴那場球 雖然最後輸球 但我覺得或多或少都打起少少的士氣 其實整體不太差 雖然主場輸球 但愛華頓那個雙兵名單 都是一大串的 所以對於他們來說 那個成績今屆確實是有影響的 不過我想正如剛才阿強尼所說 愛華頓他們雖然輸給李昂 但其實他們 我想都要把他的焦點放回聯賽 所以其實他們打過八杯 都不是很全球 來踢 朗尼是否後備都沒有敗 半正選半副選那一隻 施加神也在後備入體了一隻 不過那個輪換程度的徹底性方面 阿仙奴就肯定徹底很多 因為昨天除了師志之外 基本上其他大部分都是副選球員 所以接下來的聯賽 再對著愛華頓 他們又會出一群正選 拿卡錫迪 山齊士 藍絲 全部都會響到高拿鮮納下卡等等 會不會在體能或新鮮感上 就更加再勝一籌一點 似乎我也覺得阿仙奴 尤其是他們本身的整體實力 應該都會在愛華頓之上高一點 不過今場幫我唯一擔心是作客 阿仙奴始終 還有愛華頓現在已經不覺不覺 其實他們排16 似乎開始都有呼吸壓力 都不是開始了 應該已經有呼吸壓力了 所以我想愛華頓在主場 他們真的一定要拚 但是愛華頓上個星期聯賽輸給屈福特那場球 其實就是踢得不好 我覺得在兩隊都有隱憂的情況 就是你怎麼稱阿仙奴會比愛華頓 因為愛華頓似乎找到一個方法怎樣去贏 去廣告之前還有20秒鐘大家又表態了 愛華頓對阿仙奴 哪裡先贏 多球入 我真的猜多球入 你猜多球入 阿基哥呢 我買當老肯 不是不是 我支持 你支持 我支持阿仙奴 我個人都認為阿仙奴應該可以全取三分 看看是不是 這時候休息一會 Hello 大家好 我是BIP音樂廳的可南策略王直播室 真是開台了 3個男人天南地北說什麼都可以 逢星期二凌晨12點到1點半策略王直播室 有喪吹會所23 社長陳成龍、Ken哥、Tony 3個男人90分鐘笑到你肚肚 每逢港股 交易日4點半至5點 有陶太郎和你總結即日大事 檢討投資策略 為未來打好根基 記得聽實收視檢討 人生在世總會有上癮事物 玩玩具絕非弟弟轉來 玩具上癮唯有開咪過癮 玩具人逢星期四十點和你論進玩具界花生 介紹新品消息 玩具開箱 務求和大家一起上癮 我是玩具人的Jerry 我是玩具人的阿東 策略王直播室 堅係開台了 強尼、劉信文、劉健基、陳偉瑜 足球嘻嘻嘻 接下來我們說一場觸目大戰 兩支球隊都有打歐聯比賽 兼且在歐聯都是備受贊賞 當中利物浦就是炒對手7比0 這一周他們要作客對著熱刺 熱刺對著國家馬德里 又是贏盡口碑的 雖然贏不到球 但我剛剛檢查過的對賽也挺誇張 原來近十次的碰頭 利物浦是7勝3和 沒有輸過嗎? 沒有 這個是算聯賽和聯賽杯 這兩個比賽都加起來了 近年利物浦也是 很多時候是越強就越強 越弱就越弱 這次是對強隊 怎樣看 對強隊應該沒什麼問題 一向都是 高浦帶利物浦打強隊 是有的手 上個星期對著萬聯那場球 當然萬聯就刻意縮後來打 但你也要自己後防 真的可以做到那種不要甩漏 才不會給到機會對手 但當然了 今場球的對手哈利簡尼 我覺得你可以說哈利簡尼 不需要整隊熱刺 對手哈利簡尼 我又覺得 因為剛剛周中那場球 我覺得熱刺的虛號是大的 作客去到班拿會 那場球的強度很高 絕對是 又回來 雖然他這場是主場 但我覺得 利物浦剛剛周中那場球 怎麼都打得舒服些 其他強度是分差大些 我覺得熱刺是贏不到利物浦的 這場球 民心 贏不到的 但你問利物浦再贏到熱刺 我不敢說 因為我覺得近年 熱刺的後防是給人很有信心 我覺得這是真的 他們的後防的穩定度 我覺得是很強的 你問我 我覺得總之利物浦不會輸 這場球 利物浦如無意外 在個別位置 都會用回聯賽的廣場正選 門長應該用回米勞烈 熱刺也應該會用回祖高美斯 取代雅樂 雖然雅樂週中也有波入 演出也OK 也沒什麼特別的售額 但祖高美斯毫無疑問 近期在一些聯賽的大戰方面 他的演出的確是備受 這一個是讚賞的 熱刺近期 我們經常來看 但是哈利簡尼 有沒有其他球員 你覺得在這場球賽的影響性會很大 艾力神也會打得很高 上場聯賽的戰令江山 另外阿里就差爆電 阿里很久沒看他的戲 你在說拍戲 我們都很掛念阿里 阿里就復出 這場賽事就差爆電 另外就是賓戴維斯 其實賓戴維斯 季初藉著丹尼路斯受傷之 講左路位置的公共守守 以及阻礙他出球方面 其實威脅性是相當大的 近期方面 由於患病關係就缺陣 但說出這場球 應該可以了 丹尼路斯 在對這個 亦都出了陣 他進來之後打防中 當然他也可以打防中的位置 但是如果你說 他在正中的位置 會不會阿普哲天奴 會用3-5-2呢 我估計 其實丹尼路斯 打左翼衛 其實會跟 或者可能 哲比亞打回都不頂 就是右翼衛 要不就用 奧利亞 不知道誰打右翼衛 但無論如何 其實你見到熱刺 用逆位和三人防線 其實他們的防守 我都頗有信心 都頗穩固 就是阿達維雷特 華湯根 還有你見到山齊士 其實這幾個都是穩固的 一些中堅 還有他們前面 你見到雲克思 很多時候這個年輕人 他不是很常走上去 他後面是保護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就是熱刺的防守做得好 至於你說前面能不能進球 我覺得真的看哈利簡尼 其實真的看他 他的能力太強 他自己搶食也可以 他做二傳設定 給別人也可以 所以這件事 我覺得熱刺是好些 但考慮到他作客 其實我覺得這場球 也是和波巨多 的確看看 接下來熱刺的排陣是如何 因為現在傳媒估計 應該不會用盧蘭迪 因為周中就用了他 應該這場球 就用平時的三叉卡 就是阿力臣加上阿力 一起支援 這個就是哈利簡尼 另外兩邊也會 看看如何 因為賓戴維斯 剛剛病遇之下 就用了賓戴維斯 還是用場口復出的丹尼老師 但可能老師暫時的狀態 還未足以這麼快 應付正選位置 右路就接比亞 另外後防看是否打三中堅 如果是的話 可能會是山齊士 叫達維雷達宇 以及華湯筋 反而我覺得利物浦的陣容 上星期我們猜 他們對曼聯 都是股排三個在前面 就是沙拉 跟著巴西媽保 但我反而覺得 這場他們作客熱刺 應該和上場對曼聯 會有些出入 我想他們會 相對擺放重多一個人 會在中場 應該不會像上場對曼聯 那種比較主動的打法 說到利物浦 其實我剛才還沒做節目之前 都跟一位利物浦 昨天聊過 他嫌高譜今屆 為何簽了蘇蘭基 回來就好像 你很早回來跟傑林公主聊 不是傑林公主 我在街上 其實我剛才有其他工作 其中一位的朋友都是利物浦的粉絲 的確好 蘇蘭基好像用得不算 認真多 很少 極少 其實極少 我想跟打法上面的配合有關 我真的不 而且他很信任費命盧 當然 費命盧 因為如果 有一段時候沒有古天奴 其實費命盧 也一直繼續踢 沒有古天奴 覺得前面不教人 更加要踢 拉蘭蘭到現在都不踢 但蘇蘭基 你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覺得 打法上面 配合 是不是這種速度型 適合高譜深水 我覺得蘇蘭基 他是喜歡上腳的球員 他是一個進攻中場 應該是他的最好位置 還有年輕 你還有很多機會去磨練 我覺得不需要這麼快 讓他去背大棋 反正你現在 有古天奴 有費命盧 就是一對巴西媽保 你再加上山拿 其實已經很好 這三個的攻擊球員 然後你中場 應該是要有一些 比較用波能力強 還有可以高度的節奏 但這件事 必須要你的大賽經驗 是要很豐富 蘇蘭基 我覺得這件事 是重要的磨練 還有很多時候 譬如去到後段博殺 高譜可以用的人 譬如有使道歷志 很多時候都會選使道歷志 是第一個擺出去 對 對 很簡單 你覺得 除非蘇蘭基 可能在操練時候 告訴高譜 我有東西 是比使道歷志更多 更有把握 經驗各樣技術 你使道歷志的射術 經驗不需要懷疑 除非有一些是我們看不到的事情 在操練 原來蘇蘭基 真的很重要 擺出來 會走前的使道歷志 才可以說服高譜會走這一步 所以你看到利物浦 其實他們現在的中前場 都可以有很多變化 看來 這場球賽 你見到二次和利物浦 其實大家都要應付完歐聯的比賽 大家都累了 有很多球進來嗎 是的 有很多球進來 我們剛才說兩隊的防線都好 不如表一下態 利物浦不時時 利物浦不輸 利物浦不輸 我也是股和 我也是股和 大家一團和氣 這場球比較一致 說到英超大戰之後 又說說得甲 明天都有一場蠻觸目的賽事 法蘭亞福會對著榜首多蒙特 果然榜首還是多蒙特 不過領先優勢就有五分 大幅度縮窄成為兩分 因為上場他們輸了給羅比錫 相反白人也能夠大炒 這個就是法蘭寶 加上週中多蒙特 大義失了分 歐聯只能一比一打王尼科西亞 今週在下對著法蘭科 還有啪啪 但是普魯斯要停賽 有沒有隱憂呢 今年多不多做法蘭科的比賽 我今屆其實是第一次說的 明天就將會是 少一點機會看到 但他們就很硬 因為尼高高華 他就是把全部人變成尼高高華 跟斯蒙尼加馬太會的個案 越來越好 因為法蘭科以往 經常會有五比四 六比四 六比五出現的球隊 但是真的自從高華上升之後 一比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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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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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比一比一 但防線的脫漏也很少 而且我看到這條球 比較體力化 在搶壁方面 其實做得相當不錯 而且今屆教練 比較重用 例如列比錫 或者前面很高大的希拉 你猜不到希拉 一比九 但他可以去到前面 單對單對著龍門 他是做一些折射 很柔和乖巧的動作 做車身掛射 依巴式那隻 對 好像依巴暗 又高大大 又有的能力 所以他們前面 譬如和夫 希拉 和列比什 其實三個進攻的法學作用 三個都不是大名的球員 但一加起來 那個法學作用很大 是 講多一點 用十秒鐘時間 除了啪爬停賽之外 托帕克都是大腿受傷關係 不知道能否上陣 隨時多蒙特的中堅組合會 是巴薩爾搭著 今屆通常打一閘位的薩嘉道 所以要我猜 我覺得 范阿福有機會主場搶回一分 甚至會不會偷到雞 我也猜一分 三分可能比較難 好 這個禮拜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個禮拜 星期五晚上 十點到十二點 繼續黏著我們足球嘻嘻嘻 這星期六日 有空就看看我們廣播 今晚也有 04-05 今晚見 拜拜 拜拜